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慢慢的热了 又到了换季的时候了 有件事啊 您得多留神 就是这个病 中暑啊 拉肚子啊 这夏天的病马上就来了 所以说再热了天 您那别贪凉 多喝开水 多吃萝卜 怎么呢 吃萝卜好啊 萝卜就热茶 气得带苦满街爬 不过天热呢 青萝卜没有了 可以吃点白萝卜 每回一说这话 其实挺对不起任大夫的 你说任大夫招谁惹谁了 还得满街爬 这就是过去穷人们自嘲的话 痛贵痛贵嘴 你说真不看大夫能行吗 腿折了 不看大夫光喝热茶呀 你喝一缸也不管用 是吧 其实这种老话呢 由来已久 不是现在开始的 古代就有 过去老说嘛 三角九流 一流秀才 二流一 大夫的地位排在中九流 比算卦相面的强者有限 古代的笑话可是竟拿大夫打茶的 说有个笑话 这胡托里边啊 刚搬来这么一个大夫 接风邻居 每天送药丸一颗 这药丸子呢 谐音就是药丸啊 谁也不愿药 就说没病没病 谢谢您了 没病 大夫说了 没事吃吧 吃完就有病了 那为什么说关于大夫的怪话这么多呢 因为古代啊 没有医学院 是个人就可以摆摊 说自己是郎中 这样一来呢 好大夫是肯定有 可是庸医也多 找大夫不待见 嗯 就可以理解了 但是要说起真正厉害的大夫 能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各位 能厉害到让你觉得是神仙 比如说咱们说一个人啊 苍公 史记里有这位的传 跟扁鹊写在一起 叫扁鹊苍公列传 扁鹊咱都知道 神医啊 这个苍公啊 跟扁鹊比一点都不差 他神在哪呢 其实就一个字 断 就是诊断 说你死 你准死 就这么厉害 这位父姓淳于 单名一个义字 汉朝初年人 怎么叫苍公呢 因为这位的本职工作不是大夫 他是个看仓库的 这个看病 纯粹是叶月号 别看是叶月号 但是看病很准 更讨厌的是呢 他想给人看病 他才给人看病 他要是不乐意 你怎么求 他都不给你看 所以说这种人恨他的肯定比爱他的多呀 果不其然 汉文帝的时候 苍公也不知了惹谁了 有人就上朝廷告诉 哎呀 说这个人可坏了 皇上 你赶紧逮他吧 汉文帝听说还有这样的人呢 这人怎么那么坏呀 这良心打打的坏了 抓走 派了一帮人就把这苍公装着球车 往长安送 苍公是五个闺女没儿子 哎呦 我闺女哭了不行了 都跟着球车后面 苍公就急了 说生这么几个丫头骗子 没儿子 关键时刻这一点用没有 当然了 他这个话搁到现在来说 就算是很严重的性别歧视 五个闺女里边有这么一位 叫迪盈 一听爹说这话急了 就一路跟着来到长安 跑到朝廷 在汉文帝面前孤登一跪 说我情愿意入官府为奴 换我爹无罪 皇上一看很感动 孝心可嘉 就把你爹放了吧 哎 这事在历史上很有名 啊 叫迪盈救妇 虽然说这人是放了呢 但是这事可不算拉倒 皇上派了一帮人啊 跑这来就跟那电影里边 什么FBI似的 跑来沈苍公 一条一条的问 说你是 你看病你跟谁交过 你跟谁学的 学几年 你都给谁治过 你擅长什么呀 怎么回事 连拍再吓唬一条一条身 沈苍公就把这个事呢 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 这帮人吓坏了 怎么呢 要是按照沈苍公自个说的 这位就不是个人 整个就是一个行走的X光机 他要是说你死了 你是准死了 当时齐国的一个士玉使 叫成 就让这个沈苍公看过病 您可听好了 这个齐国是汉朝时候的诸侯国齐国 不是春秋战国时候的起步 这个叫成的 就跟沈苍公说了 说老沈啊 我这个脑子呀 这些日子特疼 就感觉这脸越来越大 怎么回事 沈苍公打眼一瞧 嗯 伸手吧 浩浩脉 有一浩脉 说你啊 下面这个神经末梢坏死了 把上面憋大了 有人说 这不是小坪里的话吗 沈苍公能说这个吗 我跟您说 大概意思差不多 这个 沈苍公啊 就跟成的弟弟 他的弟弟叫昌 说你哥这病啊 在肠胃的中间 我告诉你 五天之后 肠胃里边就肿起来了 再过八天 你哥哥吐血而亡 这些人一听 这很搞笑 嗯 大夫 您这医术是挺高 能看出什么病了 问福 可您还能看出来 说哪天死 这也太神了吧 那等着吧 几天之后 这位成 觉得不输 越来越严重 第十三天的头上 准时准点 噗 吐了口血 喷了一地 个儿搂一声 死了 你说你不服行吗 调查的人就问沈苍公 说你怎么那么神呢 嗯 能断出这个人哪天死啊 沈苍公说 我这一搭脉 这边也 脉肠而闲 病逐于肝 哎 这就是中医里边说的 咸脉 这脉大伙都看过吧 手指都往这个手腕上 村官尺上一搭 看这个脉络跳动的状态 什么叫 咸脉呢 顾名思义 手指的往下一摁 就跟摁的一根琴弦样似 哎 有肠口值 这叫咸脉 一般来说 摁出这个来 基本就是肝火上升 肝羊上抗 弹也多 头也晕 大概高血压 啊 沈苍公说 说他这个鞋脉呀 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说待绝而脉粪 这个简单理解 跳得特别猛 而且还跳几下 停一下 你看 这还不严重吗 大概一算 就知道人什么是死 所以听到这 你就知道 人们为什么恨苍公了 你大夫一恨脉 哎呀 你这个你要死 谁谁听也难受 有人说苍公 这算内科呀 外科有吗 外科也有 古代呀 不但有外科 哎呀 很多人还拿这个行骗 比如明朝 有个人叫江英科 他就说过一个故事 说有这么一个人呢 逮谁跟谁说 说自己外科厉害 赶巧了 来一位副将 前线回来中了箭 箭头就射得肌肉挺深的地儿 这位厉害呀 就找来了 大夫收过来 您看看吧 大夫拿箭子 就把外边的箭杆 咔嚓一箭 好 治完了 您给钱吧 副将就懵了 这箭头还在里边呢 怎么就要钱呢 大夫说了 箭头啊 在里面啊 你可没听明白呀 里面那是内科的事 我是外科 管外面事 我大伙气坏了 当然这是个笑话 真正古代的好外科大夫 那很多 很厉害 你看史书上记载 辩阙 华佗 都做过外科手术 这咱就不说了 其余的您像从汉朝开始 就有这个切开脓肿 排脓的手术 可现在来说就是引流 关老爷那个刮骨流毒 也是古代外科手术 还真不是编的 啊 确有歧视 最厉害的就是 那会儿有整形手术 啊 现在有个词叫医美啊 龙鼻啊 打个什么玻尿酸呢 古代就有 啊 据说古代比现在厉害 那鼻子耳朵掉了 能给你缝上 啊 明朝有个人叫戴梁 写了一本书 叫九零山房级 里面有一故事 说元朝的时候 福建有一个军官姓陈 两军阵前打仗 让人家咔嚓 这一刀整砍在脸上 这一刀下去 鼻梁子 从中间断开了 上面跟下面 接不到一块 陈将军很苦恼啊 鼻子中间就断开了 这难受 这以后戴眼镜都没法戴 那怎么办呢 哎 有人给陈将军介绍 说咱们大元朝 有个名义 姓相 叫相颜章 此人医术高明 特别擅长 这种外科手术 要不您去试试吧 那好吧 那就试试吧 到这 相带不一条 这鼻子真好 啊 这鼻子够十五个人啊 瞧半个月的 我给您弄了吧 原文上说 相大夫让这位啊 自己摁住了鼻子 肤肉尽热腑 先把这鼻子上下这两对 弄热乎了 弄软乎了 然后咔嚓 这么一接 把鼻子接上 跟原来一样 哎 你看这玩儿 这搁了现在 您说连手术再恢复 得半年吧 你看人家咔嚓 玩的就是脆 其实类似这种外科手术 古代记载很 都 清朝 扬州有一大夫 顾世成 他写书 不记得好多吗 对不对 那里边很厉害啊 就跟那个说相 卖大链似的 什么刀砍着 斧舵着啊 车压着 马踩着啊 牛顶着 狗咬着 鹰抓着 什么都有啊 这个 反正说的挺好玩啊 古人的智慧 其实历朝历代 对医学 都是放在国家 这个高度 来重视 秦始皇 焚书坑炉 烧的主要是诗书 六亿从此缺矣 但是 所不去者 医药不误 种树之书 怎么呢 就是医学类的书 没有烧 这就是孙思苗老先生 这句话说的对 人命之重 有贵千金 这个世上 还有什么 比生命重要呢 所以好死 不如来活着 缺了大夫 您说行吗 就嘞 就是咱们就聊到这了 下回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